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笔集斯特拉算法 那么讲道理 本节课我们应该学习的是 内部网关协议 OSPF协议才对的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突然插入这么一个算法呢 那么在这里主要是因为 后面的OSPF协议它使用到了这个算法 我们要了解和学习这个算法的基础之后 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后面的OSPF协议的内容 那么这个算法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图论算法 它是由荷兰的圣基科学家在1956年提出的 这个算法使用广度优先搜索来解决 从一个节点到达其他节点的最短路径的问题 那么这个算法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它就是以起点为中心向外层层拓展的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在后面在学习这个算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会理解这里面的这个特征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把计算机网络抽象成一张图 就是为了更加方便在计算机去描述这个路由的过程 那么其实本节课所学习的迪吉斯特拉算法 它也是对这个路由过程并不可少的 那么同时这个算法也是在比试或者是面试当中 经常会考到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说这个算法除了应用到这个网络里面 平时我们在进行比试或者是进行面试的时候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因此在这里面老师将这个算法单独抽出来 作为一节课来进行这个讲述 那么在这里面可能很多同学对于这个最短路径 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这里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这里面 什么是这个最短路径问题 那么对于最短路径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有ABCDEF的六个节点 并且有若干条边 然后每一条边都有相应的距离 比如说这里面A到B它的距离是6 B到C的距离是5 C到D的距离是3 D到E的距离是1 E到F的距离是3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我们需要求 这个从A到E的最短的路径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把A到E的各个路径都描述出来 首先呢 A可以通过B和C到E 那么这个路径呢 它的长度是13 6加5加2等于13 然后呢 可以通过C A到C到E 这么一个路径 那么这条路径呢 它的距离是9加2等于11 还可以通过A到D到C到E 那么这个路径呢 等于8加3加2等于13 还可以通过A到D到E 那么这个路径呢 它的距离是8加1 还可以通过A到F到E这条路径 那么这条路径呢 它的距离是10 那么这里面我们通过列举每一条路径 然后我们可以求得这个从A到E的这个路径呢 最小 最短的路径呢 是9从A到D到E的这么一个路径 是这里面的最短的路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人为的方法去找到了从A到E的路径 虽然说从人的角度呢 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呢 如果说是要把这个过程转换为这个计算机语言去描述的话 这不简单了 因此呢 这个算法就是关于这个最短路径的一个 可以用计算机语言去描述的一个算法 我们接下来呢 将会重点的去学习这个算法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通过一段文字 先简单的了解这个算法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一个例子去理解算法的具体的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算法 首先呢 它会初始化两个集合 分别是S以及U 那么S呢 它的集合的元素 初始化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我们假设是这个顶点A 那么顶点A呢 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需要求A到各个节点的这个最短路径 那么这个时候初始化的话 S呢 就只有这个顶点 那么U呢 就是其他顶点的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 U是除了顶点A以外的所有顶点的一个集合 接着是第二步 第二步 我们先判断这个U是否为空 那么U不为空的话 那么首先对U里面的集合顶点进行一个距离的排序 并且取出距离A最近的一个顶点D 那么取出D之后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D纳入到这个S的集合 然后呢 我们将更新通过顶点D 到达U集合的所有点的距离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通过的是这个顶点D 然后计算的是U集合的所有点的距离 这里面如果距离更小的话就更新 否则的话就不更新 进行了这两步之后呢 重复第二个步骤 直到这个U为空了 那么就表示说这个算法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关于这个D纳线大道算法的一个文字的描述 那么通过这个文字的描述呢 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对这个算法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例子去演绎这里面的过程 并且去理解这个算法具体的细节 那么左边的这张图呢 将会是我们的例子的一个图 这里面我们将会通过A去求这个A到达B C D E F 各个节点的最短路径 这里面呢 我们先初始化一个A 到各个节点的一个最短的路径 这里面呢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这个A到A的距离是0 那么A到B C D E F呢 它的距离都是不知道的 那么首先 我们把A呢 纳入这个S集合 也就是说 初始化的时候 S集合呢 只有点点A的这个节点 并且它的距离是0 然后呢 将会通过A去计算 A到达各个节点的距离 首先呢 A到B的距离呢 等于6 这里面是通过图可以看出来的 然后呢 A到C的距离呢 等于9 也是可以从图看出来的 A到D的距离呢 等于8 对吧 A到D的距离等于8 A到E的距离呢 因为A并没有直接的到到E这个节点 因此呢 A到E的距离呢 是不知道的 然后还有这个A到F的节点等于7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 单前这个状态 A到各个节点的这个距离了 A到B C D 以及F呢 都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了 只有A到E的距离呢 是不知道的 然后呢 会对这个U 这个结合 进行一个判断 那么U呢 这个结合不为空 那么不为空的话 就会对这里面的这个距离 进行一个排序 这里面排序之后 我们发现 A到B的距离呢 是最小的 等于6 其他的呢 都大于6 分别是9 8 7 以至未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 B的这个节点 纳入到这个S 集合的范围 也就是说 把A呢 和B呢 纳入是一个 同一个集合 S集合 那么纳入之后呢 我们计算这个 A通过B 到达了各个节点的距离 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 B呢 和C 是直接连接的 那么因此呢 A通过B 到C的距离呢 等于A 到B 到C 等于6 加5 等于11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更新这个U 那么因为原来的 这个A到C的距离呢 等于9 因此呢 这里面计算的11呢 是不需要更新到 这个U 这个集合里面的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得到一个新的 这个状态 A到B的距离呢 等于6 并且这个时候 A和B呢 都是属于这个S 集合的 也就是我们左边 画出的这个圈圈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这个U的判断 发现U还不为空 这个时候 又对U进行一个排序 发现呢 A到F的距离 是最短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又会把这个F呢 纳入到这个S的 这个集合 也就是左边 我们把A B和F呢 都圈到一个圈圈里面去 那么把这个F 纳入到这个S 集合里面去之后呢 我们又会计算一遍 这个A到F 到达各个节点的距离 那么这里面我们计算的是 这个A 通过F呢 到到E 发现 等于7 加3 等于10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更新 U这个集合的节点 A加C呢 是不变的 等于9 A加D呢 不变的 等于8 那么A加E呢 前面的是 不知道距离是什么的 那么通过 把F 纳入到这个S 集合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 A到E的距离 等于7 加3 等于1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 现在的这个状态 A到E的距离等于10 并且这个时候 F呢 是属于S 这个集合的 也就是说 我们把A B和F 三个节点呢 纳入到一个圈圈里面去 接着我们又对这个U 进行判断 对吧 这个时候发现 U呢 它还是不为空 不为空的话 我们又对它的 里面的元素 进行排序 发现 A到D的距离呢 是最小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又会把 这个D 这个节点呢 纳入到这个S 结合里面去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A B D F呢 都画到一个圈圈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会计算 这个A通过D 到达的各个节点的距离 有这个A 通过D 到达C 以及 A通过D 到达E 那么 D到达C呢 它的距离等于8 加3 等于11 A通过D 到达E的距离呢 等于8 加1 等于9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U的节点呢 A到C的距离呢 是不变的 等于9 但是呢 A到E的距离呢 发生了变化 等于9 原来等于10的 这里面发生更新了 等于9 那么这个时候 得到一个新的状态 就是 这里面的 A B D F呢 都属于 这个S的这个 集合 这里面的A 到E的距离呢 也发生了 这个最短路径的变化 从10 变成9了 那么这个时候 再次判断这个U 自否会空 这里面发现U 还有两个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 对里面的节点进行排序 发现呢 A到C和A到E的距离呢 都是9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随便挑选一个 我们挑选1好了 把1 纳入到这个S的这个集合 也就是左边 我们把 A B D E F呢 都画到一个圈圈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E 去访问这个C的节点呢 等于 这个A E C 等于9加2 等于11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11呢 大于这个9的 因此呢 不需要更新U的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就是 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还会继续的判断 这个U 这么为空 这里面发现 这个U呢 还有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C的 这个节点 迈入到这个S的集合里面去 也就是说 在左边呢 我们把 A B C D E F呢 都画了一个圈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 再去判断U 这个时候发现U 已经为空了 也就是 这个算法的过程 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 所得到这个表格 就是 A 到各个节点的最短距离 这里面我们发现 A到B的最短距离呢 等于6 A到C的最短距离呢 等于9 A到D的呢 等于8 A到E的呢 最短距离等于9 A到F的最短距离呢 等于7 那么这个就是 迪吉斯特拉算法的整一个过程 这里面我们以A 作为例子 去计算A 到各个节点的最短距离 最后 简单的来回顾 这个算法的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算法呢 我们首先是 初始化了两个集合 对吧 S和U两个集合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U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U未被空的话 那么对U集合的顶点 进行一个距离的排序 并取出距离这个A 最近的一个顶点D 然后呢 把这个D 满入到这个S的集合里面去 接着 再通过D来计算 这个U集合的所有点的距离 这里面谁要注意的是 如果距离更小的话 那么就更新 否则的话就不更新 接着我们再来重复 这个步骤2 判断这个U是否为空 不为空的话 重复这个步骤 如果U为空的话 那么就表示 这个算法已经完成了 算法完成 退出 那么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A 到达各个节点的 这个最短路径 那么在本节课呢 我们通过 这个文字描述 以及一个例子 去理解了这个算法的 这个过程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还可以 以F 或者是以这个E 为起点 去计算 F 或者是E 到达各个顶点的 这个最短的路径 是什么 以此来复习 或者是再去演示 这个算法的过程 那么有能力的同学呢 还可以尝试的 使用代码 去实现这个算法的过程 那么用代码 去实现这个算法呢 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同学们如果不懂的话 也可以去百度 或者去谷歌 来搜索 去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 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理解这个算法的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么理解了这个算法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更好的去学习 这个 OSPF协议了